大家好,我是林慧宜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贵的菜 原汁鲍鱼猴头菇 我们来看一下谁要用的材料 首先我买的就是这种非常细的鲍鱼 还有猴头菇 另外搭配一点青菜就用青花菜 平常在家里头要防疫 让自己身体好的话 你就去德成行买这种鲍鱼 那怎么去泡发这个鲍鱼呢 其实还蛮麻烦的 首先我们就把它先震水 进了一个晚上以后 第二天呢就把它加水去煮 然后加水去煮的时候 第一道水呢把它就是煮到滚 然后焖到凉 我都用砂锅 因为砂锅慢慢的 煮到滚焖到凉之后呢 把水换掉 第一道水就不要了 第二道开始呢 我就加一些这个猪骨头啦 鸡骨头啊 跟它一起炖 以后这个汤汁都不可以丢了 这里面可以放一点葱姜酒 猪骨头鸡骨头 这样子慢慢的炖 甚至你还可以放点火腿 然后大火煮到滚 焖到凉 这整个的过程的话 大概要花到差不多四五天 焖到你用牙签一扎 扎透了 那才可以 那但是呢 差不多煮到第三次的时候 就像我一样 把这个刚才这个黑黑的地方 把它拔掉 这猪骨头骨呢 也是有学问的哈 买回来之后呢 把它先煮 煮五分钟之后拿出来 挤干 然后放到冷水头去泡 那一面泡呢 一面用活水泡 泡一泡呢 挤一挤 换水 泡一泡 挤一挤 一直换 换到这个水呢 没有苦味为止 这样子的猪头骨呢 才可以拿来用 但是呢 我有一个独家的妙方 我是用这个鸡蛋清 把这个蛋呢 把它打了以后呢 里面加一点糖 加点盐 然后再加一点香料 五香料 然后呢 再把这猪头骨泡进去 然后把它腌在里头 放在一个保鲜盒里头 也泡个五天 我们把这个猪头骨呢 要把它煎到四周呢 都变金黄的时候呢 它就非常非常好吃 因为口感 非常的绵密之外呢 还有糯感 还有脆感 就像吃肉一样那种感觉 所以人家说在吃素的时候 三菇六耳里头 这个菇呢 是最名贵的 我们把这个葱姜呢 爆得很香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这个鲍鱼汁 跟蚝油 放一点点炒菇老抽 放一点糖 准备一点点的高汤 或者是这个鲍鱼汁 最后呢 我们淋上一点点的酒 大概是这个一茶匙左右就够了 太白粉水拿来勾一个浓芡 让它能够爬得上 在鲍鱼上面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鲍鱼汁呢 就淋上去就行了 那这个鲍鱼汁呢 非常的香 已经闻到它的香气了 那如果说是喜欢吃鲍鱼 而且讲究一点的是 原汁鲍鱼这样子上 那么我们在请客的时候呢 如果是上这样子的话 那真的是顶级的享受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 这个原汁的鲍鱼和猴头菇 最重要的是 让你知音养颜明目 吃出健康 谢谢你的收看 这个项目 好 拍摄